原本这是比丘国 这如今改名小儿成了 请问老者 把国改成成 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小儿 这叫什么名字 那就是老儿死了 小儿当国王了 你要是赶路 那就赶紧走 别再多问了 快走吧 老头 别走 快走 快走吧 老头 悟空 走吧 师父 有国就有国王 对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对 走 沙特队 这怎么没见到几个人 这些人还都哭丧着脸 是怎么回事 师父 这怎么这么多笼子 悟空 你去看一看 你去看一看 师父 师父 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 都是小孩子 你说这人都怎么了 真怪了 师主 我管 请代为通报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 前来导唤观文 圣僧们请稍后 我去通报一下 多谢 快去 快去吧 你 四位高僧 请进 多谢 多谢 请进 请进 四位高僧 请坐 请坐 义官大人 贫僧有一事相求 有劳大人指教 圣僧有何吩咐 只管说吧 一路行来 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龙啊 就是啊 那为什么那笼子里的庄子都是小孩啊 师父们 千万不要问其此事 你们赶紧吃饭 早点睡觉 明天倒换了关门 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是非之地 那你倒说说 怎么个是非之地 还是不要问得好 我去给师父们准备摘饭 老公 老公 别走啊 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是啊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义官大人 不必害怕 不必害怕 这里没有别人 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叫什么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 嗯 倘若有什么冤情 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你倒快说呀 好 提起鹅龙之事 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啊 怎么无道呢 这原来叫比丘国 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孝儿城 是百姓改叫的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小女子 小女子醒来 小女子醒来 小女子 小女子 你们是谁啊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 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 可不是吗 这么邪恶令 你急什么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 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 日夜寸步不离呀 阿弥陀佛 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自从她进了宫 国王就把三公娘娘 六院妃子 全都置之不顾 不多久 她就废掉了王后 册封她为美后 哦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美后不要多礼啊 陛下 陛下 今日借良辰之计 天道为陛下和万千之喜 你是 陛下 这是我的父亲 哦 既是父亲大人 那就是国障了 嗯 好 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障 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谢陛下 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障 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 可以自由出入宫殿 那国障是个什么样的人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 下官也不曾见过 哦 是个道人 嗯 什么道人 只怕是个妖怪 对妖怪 饮食不尽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 哎 为什么不严医治疗呢 谁说不是啊 可他用尽了法子 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这 哦 如此 这可怎么办呢 国长说 他有海外秘方 可以治好国王的病 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 抓起了药 就等着药引子啦 是什么药引子呀 是一千一百一十一个 小儿的心啊 这 这 这怎么了 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 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那国长 是御医呀 什么医生 他怎么能说御医呢 他要是御医 阿老孙就是御皇大帝 对对 豪哥 你就是御皇大帝了 是不是 是啊 师父 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 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关于门口放鹅龙之事 是 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 把孩子放在鹅龙里养起来 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啦 哦 哎呀 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谁能舍得呀 可王法如山 不从就要抄战全家 谁敢不遵呢 这 你这 这 哦 师父们 明天一早到宦官文 千万不可提起此事 免得遭来灾祸呀 哦 我告辞了 我告辞了 昏君啊 昏君 为你贪婚爱美 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师父 你先别烦恼 明天早上导唤官文 咱们看看那国账 到底是什么货色 好